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人是非常喜欢吃的 因为它的热量非常的低 而且人气非常的高 绝对是一道好吃的这样的一道美食 我们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我们做的高汤需要食材是海带煎鱼 高汤的调味料需要日本酱油 味淋 砂糖和清酒 关东煮的材料 我们的食材需要白萝卜 磨浴 鸡蛋 鱼膏 鱼蛋 竹轮鱼卷 福袋 大红甜虾 海鲜菇和金针菇 首先把海带给它剪成五六寸长就可以了 用厨房纸给它擦干净 然后我们把煎鱼片 给它放到三四个这样的一个茶袋中 把它封口备用 我们在这样一个小磁堡中 加入两公升的水 然后我们就把海带加到里面 浸泡三十分钟 加上盖 然后就开中火 给它烧开 煮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鱼片 也给它放到水中 关上火加盖 浸泡一分钟 浸泡一分钟 浸泡一分钟以后 我们就把海带还有煎鱼片 就都可以取出来了 取出来我们这样的日本高汤 就已经做好了 把白萝卜洗干净 给它切成这样的圆柱 把皮也把它去掉 然后我们就在一个碗中 加入日本酱油 味淋 砂糖 清酒 把它搅拌均匀 根据自己的口味 把它放到高汤里面搅拌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把白萝卜放进去煮 大火烧开以后 小火煮五十分钟 接下来把这魔芋 把它洗干净 切成小薄片 然后我们用叉子给它插上 擦一点小孔 这样是魔芋能够很好的入味 海带我们把它取出来 也给它切成这样的一个小长条 然后打成海带截 甜虾我们用水给它浸泡三十分钟 解冻了就可以了 用这个厨房纸把它擦干净水分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竹签把它穿起来 这样我们煮的时候 虾它就不会弯曲变形了 洗干净的竹筋鱼卷把它切成三寸长的段 然后用斜刀把它切开 这样比较好看 然后把这个鱼卷也把它都切好 好我们用竹签把不同的洗干净这些鱼饼鱼丸的 我们都把它穿成串 金针菇和海鲜菇呢 我们把根部的这个污物给它去除了 然后用清水洗干净 拎干水分就可以用了 我们取一个小锅放入点水煮上几个鸡蛋 大火烧开五分钟把它煮熟 放到凉水中浸泡 然后我们敲碎这样蛋壳就把它剥下来 放在冷水中非常好剥 好我们这回呢我们用这个水啊 焯一下这个磨浴 焯好了取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分别下入这个鱼丸啊 我们穿的这些串 其实就是掉一下水 好把它取出来 然后我们看这萝卜已经煮了50分钟了 我们就把海带呀 就把它加进去 还有我们这个磨浴都加进去 煮上15分钟 中小火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蛋也加进去 用盖再煮一下 煮10分钟吧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穿的这些串 全部都加进去 用大火把它烧开 中小火煮5分钟 这回呢我们就把这个菇类给它加进去 金针菇海鲜菇 然后我们用大火把它烧开 好这时候呢 我们把虾摆在上面哈 虾摆在上面我们就中大火烧开 大概20秒就要关火了 因为虾它比较嫩 嫩的好吃 不能煮老了 20秒关火 好我们调一下胃呢 就可以食用了 这样一道美味营养的关东煮就做好了 我们知道这高汤呢 非常的清纯可口 味道鲜美 这个是日本非常流行的一道美食 关键是它热量低 而且又营养丰富 没有油 非常的好吃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的订阅 欢迎您订阅 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